大家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对华政策演讲 事前大家都以为他要发表新冷战宣言 但结果说出来,就不汤不水,有些反高潮了 另外,美国纽约时报就痛批美国的枪击案 因为美国连儿童都不想保护,根本就不算什么文明国家 年纪之前,即2020年7月23日 当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加州尼克逊总统图书馆 发表对华政策演讲,他当时呼吁世界各国和中国人民 改变中国共产党的行为 他的发言,禁止中共被外界视为开启新冷战的新铁幕演讲 改朝换代,现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5月26日也发表美国对华政策演讲 美国媒体事先披露了布林肯的信息 说美国最大的对手是中国而不是俄罗斯 美国反华人士对布林肯的演讲本来没有期待 以为他要再发表一份对华的新冷战宣言 但布林肯最后揭衷,他的演讲里面虽然强调中国和美国有竞争 但也表示美国不寻求和中国冲突或者展开新冷战 不会阻止中国成为主要的强国 也不会寻求改变中国的制度,也不支持台独 布林肯他说有些反高潮的味道 细度他整篇说有以下几点的总结 第一,认定中国是国际秩序的最大威胁 布林肯虽然提到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国际秩序 清晰而现实的威胁 但是就直言即使好战争持续 中国仍然是国际秩序最大威胁 因为中国是唯一一个有心和有力重塑国际秩序的国家 而且偏离普世价值 布林肯说中国破坏国际法合约原则和组织 他列举的所谓北京破坏世界秩序的罪证 就是中国在国内实现压迫性的手法 在国外就有野心,例如在南海所谓非法宣示主权 无上限地支持俄罗斯等等 不过布林肯批评中国的同事 也都说中国融入世界经济 美国可以和中国合力应对新冠和气候挑战 他认为中美要共处 所以中美关系是最复杂的关系 美国不寻求和中国展开新的冷战 第二,美国的投资、联合和竞争策略 布林肯引述拜登的说法 说未来十年是决定性的 他总结美国应对未来的策略 包括一,投资国内的创生和竞争力 二,联合和拉拢自同独合的国家建立网络 三,和中国竞争 保卫美国自身的利益和愿景 布林肯说的第三方面是 保持和北京既沟通又包围的关系 布林肯方面强调外交的重要 要和北京加深沟通 了解双方的想法 另一方面又说不可以依靠北京自行改变 要塑造北京周围的战略环境 推进一个开放的国际体系的玄境 这样一说就等同忍费地 说要在亚太区建立一个外交网络包围中国 包括印太经济框架 四方安全对话 美英澳安全机制等等 他更加直接点名要针对中国的所谓人权问题 包括新疆、西藏、台湾和香港 不过他说这些问题也都说得比较简约 同时强调外国籍人权公约 美国有权管这些事情 无论如何布林肯提出的对话策略 围堵中国的味道也十分之浓 第四中美两国的模式长期比拼 布林肯直言如今中国相信自己的模式更好 认为中国的高度集权施政更加效率 比民主制度更好 美国不会寻求改变中国的制度 但会证明民主制度能够应对挑战 创造机会促进人类尊严 布林肯也列举了中国的强项 例如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有一流的城市和公共交通网络 希望垄断科技工业 军队也要现代化等等 但另一方面他就强调美国的优势 例如开放的制度吸引人才 因为只是因为中国的偏颇政策 造成不公平的环境 所以才抢了美国属于百万计的就职纲 他深信美国最后都会成功 不过与此同时美国也不愿意中国经济和美国脱勾 声言竞争不一定有冲突 不过美国会在国务院之下 成立了一个中国协调小组 统筹夸部门的政策 以应对中国的挑战 看完布林肯的讲话 可以有几点回应 一,由真小人到偽君子 如果说蓬佩奥是真小人 他就要呼吸中国人民 改变中国政府 布林肯就是偽君子 他讲大道理说到很平衡 但是这个副作用是令到他演讲显得虚弱 有些不湯不水 美国媒体Political的全球贸易经济科技记者 勾维利就说了 布林肯的演讲 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没有讲清楚 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去反对中国的行为 他说没有过去几家政府 都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就没有办法应对 布林肯也是一样 第二点是他的反华理据极其薄弱 布林肯整个立乱基础 他说是指中国是国际法律协议规则的最大威胁 但是他举出的例子就软弱无力 如果说到破坏国际法律向别国开战 现实上没有一个国家给得上美国 只是用一瓶疑似洗衣粉的物体 俄清伊拉克拥有大杀生力武器 直至出兵攻入伊拉克 推翻撒达姆政权 另外说到破坏国际秩序 也都没有人救得上特朗普 一声令下就宣布对中国展开贸易战 并无理地制裁华卫 是所有自由卫的规则于不顾 并大量退出国际组织 布林肯对中国的批评理据 真是非常薄弱无力 第三 口讲一套做另一套 也都不要太太小 魏君子的杀伤力 美国插手印太 抖印太经济框架 想自断中国的供应链 搞出一个又一个的 亚太小北约军事同盟 如今又明然要在中国周边 重塑战略环境 这都是要围堵中国的行为 布林肯在演讲中引述拜登说 和美国对倒并没有好的下场 其实自新中国在1949年建立以来 美国和中国对倒也都没有好的下场 其实布林肯真的要相信他自己 说的另一半说话 没有理由否定大国之间 不可以和平共处 共同为人类进步而出力 他坚持和中国对抗 其实并没有好下场 我们在布林肯的演讲中 看到美国怎样强大 好了 我们脱离这些政治的趋水 要回到现实之中了 当布林肯如何大吹突吹 美国的民主制度 怎样有优势 怎样照顾到人的尊严 美国纽约时报 就有评论文章发文 美国连儿童都不愿意保护 算什么文明国家呢 美国德州小学枪击案 19个小学生和两个老师 成为18岁高中生拉莫斯的枪下望运 连美国人自己都不断在问 为什么18岁的年轻人 可以拥有AR15半自动步枪呢 美国的枪击案不是孤立的事件 是天天都发生的事 今年至今过了145天 美国就发生了213宗大规模的枪击事件 平均一日有1.5宗 记住现在讲的是大规模枪击事件 开两枪没有死人的 只是小规模事件 就不包在内了 连美国人都自招 学生在校园被枪手射杀 是美国独有的死亡方式 而美国的枪械暴力问题 不能够解决 因为美国全国步枪协会 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游说团体之一 很多议员 特别是共和党议员 都是由他们支持参选 禁止德州小学枪击案发生之后 美国全国步枪协会发表声明 认为这个只是一宗独立事件 只是精神挫乱的罪行 过去发生很多枪击案之后 美国全国步枪协会也曾经建议 不是禁枪 是买更加多枪 学校应该聘请勇枪的武装保安 遇到枪手闯入校园 就跟他们拼火 美国这个世界警察 解决不了自身的问题 就连纽约时报都开始怒罢了 作者罗辛尼基尔就痛批美国 连儿童都不想保护 根本不算什么文明国家 基尔说 现在有一种痴迷于文明举止的文化 认为如果每个人都足够有礼貌 任何疆国或者意见分歧都可以离合 但现在是美国文明严重缺失的时代 没有什么被美国的政治体制 找到美国发生 持续不断的大规模枪击事件 更加野猛了 賴斯维加斯60人死亡 奥兰多49人死亡 桑迪胡克小学26人死亡 他们改变不了任何事 基尔说 他们一次一次被告知 无论是含冲 还是明确被告知 他们所能做的事 就是忍受这种持续不断的暴力 他们所能做的是 希望子弹 不会击击自己的小孩 自己的家人 和自己的朋友和邻居 如果他们够胆表达他们的愤怒 如果他们够胆说忍够了 他们就会被教导 文明是很重要的 你们不要出声了 他们会被告知 要保持冷静 等下次投票的时候才发泄愤怒 文章狠批野蛮行为 贯穿美国这个国家的历史 你要建立在被到来的土地上面 又被到来的生命 用劳动建造这个国家 而支配着美国生活的一支宪法文件 实际上剥掉了一半人口以上的投票权 如果你想谈论野蛮行为 请大家搞清楚这些根源有多深 你要变得无法治理 不是因为政治分歧 或者抗议 或者不文明 而是因为这个国家 不愿意保护和关心他们的公民 他们的妇女 他们的少数族裔 特别是他们的儿童 当政客们谈论文明和公共话语的时候 他们真的想说的是 他们希望人们面对不公正的时候 保持沉默 唱之暴力是正是自己不用担心的问题之一 因为他们相信这些灾难永远不会影响到他自己 或者他们的家人 相反 这些政客反而去谈论 保护宪法第二修正案 第二修正案 保障了美国人的持枪权 也就是公民享有正当防卫的公民权利 无论说什么 政客最后都会将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 重塑成为 适应昌之游说团体想要的东西 而不是宪法实际所说的东西 由于最高法院的保守派 占大多数对宪法第二修正案的重塑 更加可能是令勇昌权不受约束地唱绝下去 文章说 当被文革解决方案的时候 共和党人就会说要武装教师 并训练他们保卫自己的教室 大家都会听到一些故事 说持枪是好人 如何勇敢地阻止大规模的枪击事件 但现实是 即使几次大规模的枪击事件中 都有持枪是好人 但这些好人并没有阻止到悲剧的发生 今年至今发生了231宗大规模的枪击事件 家中叫小孩参加枪击案的模拟演习 并且背着防弹书包去上学 这些是文明的缺失 而共和党和民主党 两个党的政客们没有表达过真正的理解 或者关心 他们似乎毫不关心 小孩只能够接受训练 向可能进入教室的枪手扔东西 去保卫他们自己 政客关心的只有自己的政治利益 当然当他们面对手持AR15半自动部枪的枪手 一切只熟徒劳 我们体会不到美国家长和学生的恐惧 第二,美国人全部都知道问题所在 知道政客和美国全国部枪协会 和背后枪械製造商的勾结 但是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 美国这个国家 正如纽约时报这篇文章所批评的 还配称作文明国家吗 第三,为什么美国这个 解决不了自己问题的国家 尤其自己国家的学生 教掌市民受着枪击恐惧 不理他们 但是就可以跨过太平洋 来管理中国人的事情 美国人有免受枪击的人权吗